哈囉大家好 我是大師 那今天遊玩的遊戲是意見風雲卷的試玩體驗版 那目前的話 呃好像是到2月28號 從2月6號開始 2月6號體驗開放下載免費的 到28號吧 沒記錯是28號 那這款遊戲就是之前有分享過 那個代號問見的那款像素風格的虎俠遊戲 唐起咖啡 是 這巡邏 越咖啡 前面就是葬龍谷了 我們先在這裏休息一下吧 哼 有之不得啊 這打出那寫古關 他們這都吃一落沙子 總算能存款 我們這些走路的都沒說什麼 你做得到先端上了 哎呦 不顧奶奶 那你這話說的 我這不是傷了腿嗎 不過話說回來 原來那些流民可真是瘋狂 當然還要多虧咱們的秋月女俠出手相救 這個當作是謝你吧 重酒 你還不知道我嗎 怕是會誤事 美 你偏心 蛤 惡虎哥 你別急 那咱們安全把貨運到了離城 我再請大家摳得痛快 小玉說得對 最近這一帶確實不怎麼太平 不過咱們可先說好 等到了離城 可不許賴帳 沒錯 好 如一小子鬆口 到時候我們可以的大師大會一定不可 當然 文言為定 我剛那個字念動酒 好 第一次交互就是互動的意思 秀夫特是跑步切換空白 好自動成長了 對話是按1好不是按空白鍵 然後介面的部分 算是蠻直覺的 主攻24 然後裝備 然後裝備欄有分類 錢包拿給整理 然後 擁有武學 有武學點 然後要升級是要消耗點數 OK 然後主線會有一些任務描述 麥絡圖 麥絡圖的話 看起來是類似像屬性的概念 就是你的升法會變高啊 然後攻擊變高 氣血變高之類的 總效果這邊有 這邊有一個 進度條 好 嘉義你說 特意那位到底怎麼來的 我也不知道啊 不過你這麼好奇 可以去找那位問問 我看他還挺好說話的 唉 不了不了 那能一看 這不是什麼普通人 我還是不要去輕易招人 研究者都快過年了 是啊 等他們回了寮城 二虎哥和秋月 還是拉我家過年吧 我讓叔叔包你 最喜歡吃的餃子 哈哈哈哈 那當然行好啊 我又有口福了 阿姨 可以那位看起來是第一次來關關 狗毛準備的 不會太充足 要不 移一回去把咱們的水分分一切給他吧 沒問題 包在我身上 打擾了 你要不要喝點水 多一些小友 不要客氣 這樣咱們收了銀子 就飽飽脫脫蕩蕩的 讓你送到泥城 又饒了 剛才聽你們提起 這附近不怎麼太平 可不是嗎 最近南邊又來一大群流民 天龍幫說了咱們過路銀子 卻不管是 聽說很多山隊和我們鋼鏟一樣 都被那些流民給搶了 你這時去離城 可不可以感受好時機啊 那個 你不準備下來坐坐嗎 老大在車裡也怪悶的 不 我在這關外 不方便露面 啊 了解了解 這行走江湖的 在那幾個仇家不是 不然你 也不用特地顧咱們的馬車了 天車不早了 咱們準備出發吧 前面來 趕緊滾開 好狗不敢到 阿姨 阿姨 你沒事吧 喂 你們幾個 讓的人都不道歉了嗎 我也不要 今天是天龍幫的 嗯 臭娘們 知道老子是誰嗎 居然很 爽 但要老子道歉 活得不耐煩嗎 啊啊 不敢不敢 我這皮超肉厚的 大哥願意撞我 那那是我的龍姓 請問大哥消消氣 消消氣 斷你四小 哈哈哈哈 好 陳五啊 你可是越活越出血 居然連幾個小孩子都要欺負 奶奶的 方寇海 你這一路陰魂不常 這當老子是卵士不慘 那個談不上 只不過這流民既敗了聖火 便是我懸火叫的人呢 我已經全被你們抓了去 我總得套個說法才行 我屁說法 你殺了我天龍幫數十命地球 怎麼不給老子個說法 哈哈哈哈 你說那這個欺壓平民無二不住的家伙 不過是最有應得 嘿 既然這樣 那就別怪老子不客氣了 糟了 這些人看起來一言不合就要開打 我們被夾在這中間 簡直大大的不妙 那個 大家都出來混的 還要以和為貴才是 我們都對亮刀子多不好 有什麼天大的事 都可以做下漫漫商量嗎 嘿 那孩子臭小子 敢管我們天龍幫的閒事 老子也不怕時候告訴你 明天凡是進了這帳龍鬼 就別想再活著出去 不要怪就怪你們命不好吧 哈哈哈哈 動手 哈哈哈哈 防控海 這些毒箭 可是老是特地為你準備的 是會怎麼樣啊 我 有機啊 我們測 你以為今天還走得了嗎 哈哈 經歇還沒結束呢 不好 趕緊住手 武當清宣 不錯 更是貧道 人不幫助 折罪 肩色瘋 圖 本次這樣都可以移動格大方 哦 也就是說藍色之外 這下還是可以走 藍色框可以本次移動 移動後可以用右鍵射回 點擊屬 五線 鼓標左鍵移動位置 技能下方對應的快捷鍵OK 四項無極攻內攻星巴 OK 有的技能 哦 這只能走到藍色的地方啊 啊我要怎麼移動 我視角是不能動的是不是 哦視角可以動 字幕志愿者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Ceer Ceer BG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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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中文字幕志愿者 出手救人 如果有得罪之錯誤還望見諒 不過那劍上是由天龍邦的獨門巨奪還兵彩 不知 客戶勞款成戶幫助交出解藥 沒錯 神武 你趕緊交出解藥 不一定我們心情一好就放過你了 哈哈哈哈 嘿 方阔還用不著人家做假星星 老子今天愣戰 有什麼處置水裡面的便 但是想要解藥 你們 哈哈哈哈 這 神父幫助你 哼 今天老子走不了 你們 也一樣也想逃 我就以你方法來上攻 老子早就在這山谷裡 買了炸藥 哈哈哈哈 你們就好好享受吧 哈哈 炸藥的威力不錯吧 全部都給老子陪葬嘛 哈哈哈哈 就是這樣 如今這少年慎重寒冰產之毒 我雖勉強握住他的心脈 卻苦於無法根治 哼 既然如此 我不敢去想法子給他解圖 就能帶來我自己幹什麼 這 我思量再三 此路願意五仙教 那是唯有武林心境才能化解 哈哈哈哈 霍笑 堂堂的武當掌門 就到零頭去惦記著 我這邪派工法 守護阿伯那些正道通往所恥笑 舊人耀盡 師弟 不要和我師弟 我早就不是胡湯的人了 這麼多年來 沒想到你還是耿耿於懷 弟妹的事 師父他其實 是 無必多說 那件事的真相如何 你應該比誰都清楚 不是嗎 當年我欠你一份人情 今日 便還了你 把這上臉留下 你就可以離開了 慢走 不爽 你既肯救他 那我便放心了 在他解錄之後 可讓起來無量尋過 弄不願便讓他自去吧 是 你以後 保持了 好冷 大哥哥你終於醒了 你是 大哥哥我叫小童 小童 我好痛 好痛就對了 道長伯伯說你已經昏迷一個多月了 昏迷道長 我想起來 今天我們幫那些傢伙 簡直喪心病狂 看來應該是情緒道長救了我們 不對 怎麼就會 只有我一個人在這呢 小江二虎 還有邱約他們呢 那是誰 道德伯伯只帶你一個人過來啊 我一個人 大哥哥 你要去哪裡 我要去找道長 問問我的朋友 哼 小童照顧你大半天 大哥哥都不問問 辛苦不辛苦 醒來就只想找別人 抱歉抱歉 是我不對 我剛才太心急了 這是關外的羊奶肝 我平時在外跑上時 就看他衝擊 我拿他向小童你賠罪好不好 這羊奶肝味道好香啊 謝謝大哥哥 你喜歡就好 那個小童 可以帶我去找情緒道長嗎 不必了 情緒已經走了 爹爹 大哥哥 這就是我的爹爹 大家都想要江大俠 小子 宇文一 見過江大俠 嗯 勸你還省點力氣吧 嗯 嗯 童兒 你手裡拿的是什麼 是大哥哥 送給我的羊奶肝啊 嘻嘻 拿過來給爹看看 好啊 爹爹你聞聞可香啦 嘻嘻 哼 童兒 你要記住 以後不准接陌生人給的東西 這 江大俠 啊 第二隻大完蛋 嗯 我要去找我的娘 我真的不回來了 嗯 嗯 江大俠 在下只是 一片好意 大哥不必 你只需再次專心解毒 不用再做我 不用再做這些多餘的事 解毒 我這是怎麼了 還能怎麼了 不過是中了天龍棒的寒冰彩 沒起天好活罢了 什麼 用毒 那我傷害你的其他人呢 死了 死了 怎麼會 老江 二虎 沒有秋月 他們 難道他們全部 怎麼會這樣 哇 團毒發作了 嗯 你小子給我聽好 談兵場之毒非同一般 要不是清潔勉強幫你互助心碼 你也早就跟山頓那些人一起見你聯網了 然而即便如此 你體能的寒毒 也隨時都有爆發的可能 我隨便答應你的清潔幫你解毒 可要是你自己不想活了 我也不介意現在就把你給丟出去 抱歉 我剛才只是 嗯 無必跟我解釋 我只是想告訴你 如果你一直像剛才那樣 仿得其 情緒引動興盛 就像是神仙來了 也救不了你 總之 想要解毒 你就必須聽我的 明白嗎 明白了 多謝江大俠 沒什麼好險 沒什麼好險 要不是看他情緒的面上 我才能管你的死活 行了 接下來這段時間 你們乖乖給我待在村子裡 不許亂跑 還有這個拿去 這是 這玉佩是南疆五仙教之物 可以暫時幫你壓制毒性 趕緊戴上吧 哇 多謝江大俠 呃江大俠 我好像感覺沒之前那麼冷 這個人也輕鬆的不少 嗯 這證明毒性已經暫時壓制住 要你不自己找死 真的撐個一段時間 應該沒問題 好了 接下來你就去村子裡走動走動 我弱一下氣血 這沒把童物給我帶回來吧 沒問題 剛才的事 也是因為我而起 我一定會把小龍找回來 只是 不知道他跑去哪裡 江大俠科有什麼頭緒 他每次讓我脾氣 都會跑去村西的小樹裡 你去那邊看看吧 好 我剛發現一個事情 可以看一下裝備 清風劍絕可以給我嗎 哇塞 不是 江大俠 你身上123456 帶6把劍是怎樣 5把劍是怎樣 我就問 可以切磋哦 送你送什麼 可以直接送你哦 好感度是0 哦 這麼開放哦 那我如果拿寶物啊 他會不會嗆我 他會嗆我 他會嗆我對不對 我存一下檔 室內無法存檔哦 為什麼室內無法存檔 哎可以哎沒關係哎 我可以拿是不是 可以休息 我休息沒關係 那有時間差嗎 問題嗎 應該沒有吧 沒有 哦 所以是內 ok ok 我跟江大俠打架 沒我消耗請上前 高一點香香 可不必 他不跟我打好吧 可惜啊 身外高人都要住那麼那麼高的地方嗎 這個音效度不錯 我覺得 因為我比較喜歡這種武俠風格 所以我會 比較偏偏好 我會覺得這個 比較好 我的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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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找到了 對小童的凸生 好像發生什麼事情呢 趕緊過去看看 小童 你怎麼了 他 爹送我的木劍 木劍 木劍 木劍怎麼了 木劍被猴子搶走了 那是爹送我的生辰禮物 是要親手削的 什麼 是這個猴子也太可惡了 小童不哭 我一定幫你把木劍搶回來 真的嗎 謝謝大哥哥 可是你身上的毒還沒解 要不大哥哥你邀請我入隊 我們一起把劍拿回來吧 好我們一起 好是剛才我學到了嗎 邀請 哇小童的私人物品好多哦 擺區格我可以拿走嗎 不行對不對 不行我不能拿走 你看啊我有私人東西嗎 沒有 啊他武功是什麼 好基基礎拳掌 江湖拳掌啊我沒想到 我最後博龍攻擊 OK好 有沒有這些猴子 快把小童妹妹的目鏡交出來 嘻嘻 嘻嘻 還敢那麼兇 跟上中無老虎 猴子當大王 這樣這樣 那我們也不客氣 那些猴子全部跑掉了 沒關係 小童 你給我 你看這是什麼 啊是我的木劍 太好了謝謝大哥哥 謝謝什麼 只要你開心就好 那個小童你如果不生氣的 就跟我回去吧 哼我才不要回去 爹爹他就知道凶我 也不來找我 怎麼會 這個江大俠讓我來找你的 他其實特別擔心你 真的嗎 嗯 那好吧 大哥哥我們回家吧 小童真乖 江大俠 我把小童帶回來 爹爹 哼 你不是說再也不回來的嗎 江大俠 哼 明明是爹讓我回來的 大哥哥都落樹我了 我問了一下 你現在感覺身體如何 誒 金大俠這麼一說 好像跟那些猴子打了一架之後 感覺田田的氣血 確實通脹的不少 嗯 看來效果不錯 所以開始下一步了 這本書拿去 這本書拿去 這是內功心法 不錯 之後解讀我還需要配合自己 運氣配合 但目前你只會幾招架空架子 毫無武學基礎 接下來這段時間 你就先練習這本基礎心法吧 誒 那能做什麼 凡席靜氣凝神 是 江大俠 這就是蒸氣在體內運行的感覺嗎 管身都懶癢癢的 哇 大哥你也好厲害 居然這麼快就學會了 很快嗎 嗯 雖然你確實有幾分五星 但你不要高興太早 就你目前正的功力 根本不屬於支撐 支撐解讀 還需繼續升級心法才行 平時你與對手戰鬥 與人切除都能獲得五血點 用五血點升級五血 便可使你的各項武功 更為靜靜 之前與那猴子戰鬥 你應該就獲得一點五血點 現在打開五血界面 試著用五血點 來升級一次基礎心法吧 好 就是這樣 接下來這段時間 你就好好鞏固一下目前的信法 多熟悉熟悉內襲的運行制法吧 好多謝張大俠之典 大哥跟著我要跟你一起去 不行 你跟我在家等著 確然被 被幾隻猴子欺負 那你練的五血秘術 是不是 是不是就偷懶啊 哪有 這爹你只教過一次 人家還沒完全學會嗎 那我現在就教你一遍 可這根本不是爹你平常使的武功啊 爹這是我娘的武功法嗎 爹娘他到底去哪裡了 為什麼還不回來 領娘他 你還認在這幹嘛 還不快去練功 好我這時候去 黃文怪 領娘他就快回來 爹再教你一遍無限祕術的口訣吧 無限劃過 折身散去 五星相生 嘖 少不了 十幾 稍後 下廢 詹瓦 好 不知不觉 尹家村子里住了这么久 没想到这次出来发生这么多事 又不是情绪到账 恐怕我在账头鼓的时候 又已经没蜜了 和狐 小将 秋月 你们放心吧 不管是天龙棒 还是那个可恶的成物 终有一天 我一定要让他们付出代价 就凭你 甚至不知天高地火 天龙棒实力遍布光管 但近些人在玄武教手上吃了些困 可也不是你一个毛头小子 就能轻易撼动 江大侠 你怎么来了 臭小子 这可是我家 自然是我想在哪就在哪 怎么 有想起伤对那些人呢 这些天我总在想 如果那时候能再小心谨慎一些 瞎胡 小将恶胡 和秋月他们也许就不会 小心谨慎有什么用 你不杀人 你总会有人来杀人 做的就是江湖 还是我太没用了 如果能学会清学道长 或将大下你们那么厉害的武功 所以我一定就能保护大家了 那 为武功又能怎样 当时那种情况连清虚都救不了他们 更恍惚的是你 那如果 如果一直努力练武 那要比道长还厉害 也将他都你厉害 比所有人都厉害呢 到那时候 我是不是能保护想要保护的人 就能报仇了 就算胡聊一时 你还想护制所有人一辈子不成 这根本不是武功好不好的问题 好了 小包小年纪不要想这么多 你现在身中寒冰场 只先考虑赶紧活着吧 要是连小命都丢了 还谈什么报仇 郑大侠说的事 是我太心急了 嗯 我看你心法巩固的差不多了 明晚早点休息吧 我明天起 就要开始准备解读了 好 多谢郑大侠 好冷 咦 永文哥哥 你今天就要起的比我还晚 好难得哦 被你发现 我 永文哥哥你怎么了 没事 只是感觉身上有点冷 啊 我会是永文哥哥 你身上的寒毒发出了吧 爹爹 永文哥哥他不会有事吧 我如玉佩本就只能压制毒性 这么多天过去 他体内寒毒已经快压不住 人也是正常的 啊 那爹爹你快救他 不用担心 今天本就打算进行解读 一起的最后准备 打通金白 金脉呢 嗯 嗯 宇文小子 你听好了 我们修起心法所得的内力 既在庭内寻经脉 穴位而行 每次升级心法所获得的经脉点 均可用于冲击 经脉学位 直至打通经脉 之前你升级基础心法 应该已经得到一些经脉点 现在打开经脉界面 使用使用经脉点 冲击一次学位 试试吧 好 嗯 做得不错 如此你身体应该就勉强承受解读的过程 接下来只需找一些解读所需的商药物品就可以了 商药物品 不错 可惜全部必须由你亲自去取 旁人不留大量 那是自然 就是不知道具体需要哪样物品 可第一样吗 当然是药材 你先去山下的孙男中里 取两位药材来 分明是白纸半冰脸 再取回这两位药后 我再告诉你下一位 好 我这就去 孙先生 你不是江大侠那位少年吗 来找老求什么事 难道江大侠的旧集又犯了 没有没有 我就是让人买药的 老板先生给我一个白纸和一份半冰脸 这白纸老求这里还有不少 老侠 药尽管拿去便是 这半冰脸商店已经用完 老求一时也无存货 说起来这半冰脸 原本也不是什么稀罕之物 奈何老求如今年岁的渐长 采药也力不从心 先生不用发愁 你只要告诉我哪边可以采到半冰脸 我去帮你采些回来就好 如此甚好 前面的河边就长了不少半冰脸 不过采集药材需要特殊的说法 到下去可以靠近发光的半冰脸 帮人顺利采集 原来如此 那么不知道我该采多少回来 不懂不懂 照下只需带回五份半冰脸 并够老求用这好些史 没问题 挂到我身上 先生 半冰脸采回来了 果然是年轻人很有本事啊 这半冰脸我只需示范 还有这个 这之前提到的白纸 照下请一并收好 谢谢先生 那我就告辞 哦之前的我 谢谢谢谢 对我看低解析吗也没有吧 他是故意用这种风格了吧 帝皇 南边就有 三条 啊好多之前的我 这只是一个话 呃不算低解析 低解析跟风格是两回事 客战 OK不能去 哎呀 创下 道起自 祝 都 出 给你 瞧瞅砸貨 我每個人都有任務啊 每個人都幫我當跑腿 就在隔壁你自己不去 寶負是他嗎 哦 我可以直接甩乾 精力會減二 下面這個 然後勒 有什麼提示嗎 哦他會驚嘆吼 哦 OK 江大俠 埃子盒半邊臉我取回來了 當然我看看 嗯不錯 正是這兩位藥 第一樣物品已經齊了 可以去取第二樣 不知道這第二樣是什麼東西 我該到哪裡去取呢 第二樣好說 你去村里客廠 給我打兩團高粱來 高粱酒 不錯 爹地你又喝酒 村頭的造神是說 你整天不甘正事啊 被弟弟說腸道團 以後不許你再去那裡 聽到沒 什麼啊 爹地每天都要喝好幾坛 趁你誰不吃 還不讓別人說 我 你懂什麼 今天有武功獵人嗎 嗯 一定 那個江大俠 這酒喝多確實傷身 臭小子 也有不知道 你又想幫這個丫頭說話 或許你再繼續種著她 聽到沒 行啊 你被處在這 趕緊去特賈買酒吧 好 我製作去 掌櫃的 麻煩給我兩坛高粱 哎呀真不好意思啊 小心的高粱都賣完了 到底要不要吃其他酒 我們這次的碧檸酒味 味道同樣十分相傳 呃 可是江大俠點名要高粱 我要是買別的酒回去 他又該不開心了 不開心了 擋櫃 能不能幫忙想辦法 啊原來是江大俠要的酒 這樣這樣 我也實話告訴你吧 其實這個高粱酒 本來還有一些存貨了 如果住村頭都 餵過那小時 昨天不知道發什麼風 一下子買了整整20堂 回去可不就全賣光了 不過少小你也別解啊 存在你都知道 我有優 衛護啊 他就喜歡找人切除 少小對自己身手有事情 不妨去找他試一次 要是贏了 說不定他會願意賣你一兩坛呢 我明白 我就去試試 少小請慢啊 衛護那小時像的孤僻 你如果真想跟他切除 一定不要先忘記跟他搞好關係 化刀琴電 小二 我們的菜怎麼還沒啦 啊大俠稍等 我這就去吹 摩摩順趁 當心我砸了你這破臉 啊 大俠賢弱賢弱 然後趕去上菜 啊是是 我這就去 我還是不要留在這大老掌櫃的聲音 先離開吧 這次的事 你們真有把握 你都是怕的 現在就可以離開 你什麼意思 大家的目的相同 何必動氣 當年那一戰 他夫妻二人 卻是遮了 個牌不少了 不過那年一日早就死了 如今剩他一個 哭掌難免 而且這次布下天羅帝 讓他還插翅也燃費 只等其他人過來 我們就可以 哼 他英雄說的是 我隔牆遊耳 幹嘛去先喝酒吧 來 來 接著喝 你應該說前面那些客棧 什麼英文的消息看不好譜啊 怎麼是這種鳥屋拉屎破的地方 略看看不就知道 假如說不定已經到了 我們也快點過去吧 免得悟了事 那就走吧 喂 前面的小孩子別想到 奇怪 村里怎麼都突然來這麼多江湖了 哎 趕緊去餵村口的餵 村口的餵貨 能不能買到高粱酒吧 各位大哥 請問你這是餵貨嗎 找我什麼事 是這樣的 我聽客棧的汪掌櫃說 郭大哥你昨天買了很多高粱酒 位置現在有沒有剩下的 要是方便的話 大哥可以賣我兩壇嗎 價格什麼的都好說 不賣 這次我去拜師 等等我記得你 你是住在江大俠那個小子 你買高粱酒做什麼 這個說來話啥 那就不必了 既然你就找到這裡來 想必也聽說過我的規矩 希望你在切桌中勝過我 高粱酒雙手奉上 怎麼樣 好 我們一眼為定 毒藥我有毒藥嗎 好我們可以跟他打了 刀是砍三個耶 戰鬥中能不能換裝備呢 好 到時候兩下子 難怪江大俠我看中 這刷的高粱酒拿去吧 就些位大哥 好 江大俠我把高粱酒帶回來 嗯給我吧 這高粱酒味道果然還是這麼像 好了 如今第一樣物品也齊了 這酒原來不是江大俠你要喝了嗎 我是要喝的另一坦 就是給你解毒用的 好了 你不用知道這麼詳細 只管聽我安排就是 今晚我還有些事 你小子找你回去休息吧 養豬精神 明天也好去取第三樣物品 是江大俠 是江大俠 不知明天要取的是什麼東西 按照江大俠的說法 等三樣東西都起了 我身上的寒度就能徹底化解 說起來 這些日子還都跟江大俠和小童的照顧 好冷 感覺四肢都要凍僵了 有人哥哥 哎 你們哥哥你怎麼了 我 我好人瘦 應該是寒度 徹底發作了 我 我人快不行了 放心吧 有了再也不會讓你有事 現在實際正好 來 張嘴 我拿喝了 這 這什麼 味道好奇怪 這次用你取回了養胃藥材 加上那 潭高粱 釀製兒子的藥酒 原來昨天的酒是用來製藥的 不錯 旁邊殘怒體折靈 所以哪怕 情緒的內力再高 也不可能替你徹底 逼出深入骨髓的痕跡 你如今一旦長久經過不動 則會經脈阻塞 漸至四肢僵材 心脈衰減 讓那時 變成滑頭在世也無力回天 難怪鄭大俠 你一直讓我四處走動 原來是為了讓我活絡氣息 哼 倒還算太蠢 現在人已經喝下藥酒 感覺如何 好像不冷了 換個婚吃又一些發熱 那便對了 這藥酒是熱心之物 可是你內力沸騰 你本就打動了一些經脈 再加上藥酒的功效 經脈中靈芝的寒氣 變得被你的自己的內力沖壞 不過想要徹底化解尺度 你還需取 還需得去取最後一樣物品 那這一樣物品 也是藥材嗎 估計 你先把桌上剩下的藥酒喝完 然後到村後的山洞口裡來尋我 到時 我只會告訴你東西在哪 你還等我往位要去 咦 那宇文哥哥你跟我來喝藥哦 我先上罐頭給你 好 我馬上來 這藥酒的味道 可真是一眼難盡啊 哇 早上喝完 趕緊去村後的山洞口 早上叫俠和小童吧 你們燈個正慢 最後一個才到 這小童已經走得快 我都追不上你 那下次我慢點等你 不過也難得我還沒聽到 爹剛說之後一樣解毒之物 就在山洞的盡頭哦 在這個山洞裡 不錯 只是這山洞啦 有些長蟲 你這段時間 雖然雖然一些內力 但沒有招式配合 始終難以發揮實力 今天就教你幾招防身好了 多謝張大俠 等我學會 是不是你能像 清虛道長 還有江大俠你一樣遺憾了 哼 你小兒子倒是想的沒 禮物講究循序漸進 你目前跟進上前 只能學一學入門的招式 正式教你之前 我先跟你大致說一下 武學的情況 武學 封為招式 輕功請法 在武學界面 可以查看你學到 所有武學境 啟動招式又按照兵器種類不同 通過拳系 劍系 刀系 槍系 以及暗技系 每種兵器和招式都有其自身的克力 拳 是萬機之根 內修 內修氣勁 外鏈筋骨 動如震雷 常用於攻擊當個敵人 劍在百兵之手 以輕盈靈巧艦長變幻莫測 用於攻擊直線上的敵人 高如四大力程 尚與劈砍 有敵無我 常用於攻擊重上向的敵人 槍棍為百兵之掌 所謂一寸長一寸短 常用於攻擊周身的敵人 暗兵之道 則出招於巫形傷人無影 令人防不勝防 常用於攻擊遠處的敵人 明白了 因為我出生於武當 更善 更善 更善常見刀和拳 今天就先教你這三系的招式吧 啊 原來正道小 你也是武當的 現在已經不是 總之 先挑一把襯手的兵器吧 很好 這是您選的武器 拿著吧 誒 這不是剛剛買的嗎 現在一起退貨 我來演示一下招式吧 誒剛那個 這招是蒼松劍法 出招式進入盤松 敗落驚恐 一塊之門 看清楚了嗎 看清楚了 這招真厲害 光看是沒有用的 拿著剛才的劍系武器 然後對著旁邊的木樁 把這招打給我看看 是 真辣小 動作不對 力度不夠 招式不夠靈力 用心再打一次 是 真辣小 你看我這招打得怎麼樣 勉強還能錄影 我木樁始終是失誤 這一次 你就用剛才那兩招 來與我切磋一下 沒問題 向大俠 你可要小心